10月中旬是日本在防疫之后呢 大午放宽相关措施的第一周 日本广岛的本周的商店间 有机了大批的人潮 事实上各个旅游景点开始寄出的 银住措施都希望可以刺激整个经济 不过不管怎么样 是否开放的幅度越来越大 日本的街道里头跟台湾 还是有个共同习惯 每一个人还是习惯 携带口罩上去的